我們又不是不交錢 這機場還有的好? 這咋不是啊 系統壞了還不得開 這是景洪的Jasa機場 進機場停車場堵車 原因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這個停車場 居然只有一個電子識別的入口 然後剛才我進來的時候 系統還壞了 你說你壞了的話如果重啟就能好也罷 根本就沒有修好 等了十分鐘吧 才搞定 這期間就不能有點什麼臨時的補救措施嗎 比如發卡或者是 哪怕是手寫一個入場的單子也好 真的是很讓人頭大 早上把車刷了一遍 又打的蠟 現在看著非常亮的 但是景洪這邊不是沒有灰塵 不像海南那邊洗完車之後 又能乾淨很久 而且它這邊地上經常灑水 會見到很多泥漿 我這車車尾 不知道因爲什麼原因 還有雙鞋 就很奇怪 呃 這種車牌應該是老挝車牌 這邊因為有進出口貿易 所以說他們的車是可以過來的 也有漏洞 就是這樣的車進來之後 只要你有老挝駕照 可以在雲南境內行駛 不過不能出雲南 出雲南的話就不認了 也真是難為這車機場了 一到春節 吐油量估計是平時的十倍 反正機票相當貴了 而且新開了好多東北過來的直飛航線 以前的話要轉機的 現在方便多了 好多航司都在搶這塊肉 我就不往航站樓那邊湊了 就在這裡等著接人好了 人太多了 而且我覺得大家可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就是這個病 得完一次就不會得第二次 其實我身邊就有例子 在北方得過之後來海南 相隔也就是一個星期 又得了第二次 這個毒株如果差異化很大的話 那並不是一定免疫的 所以說大家出門還是戴點口罩 別太放肆 天一熱這邊真的 特別是北方來的這些遊客 候鳥很少有戴口罩的 機場這邊倒是有公交車 不過最好提前做下功課 因為好多公交車間隔都是一個小時起 你像我們小區這個 Z66 它就是一個半小時發一次車 你說你得是多好的運氣 能剛好趕上這個車在這裡接你 打車的話 反正最好是找正規出租車 懶穿那種算了 機場的出租車也不是你想打就能打的 人家會挑地方近一點不去 景洪的JASA機場 這個大屋頂還是挺有特色的 但是機場不夠用了 現在在擴建 這機場還沒有編上新建的招鐵站氣派呢 你看人多少 這輛飛機應該就是從我們老家那邊飛過來的 南航靜停長沙 到JASA機場的航班 票價現在是3,290 貨含機箭人油 Z66公交車 這輛公交車一個半小時一班 首班8點 春節期間末班是6點30 平日是到晚上8點 就這種公交車一個半小時一班 錯過了那就錯過了 想別的交通方式 大家都是過來跨年 還是外地人比較多 唉 人太多了 直到今天早上我查這邊的七天 多少錢一夜 七百多 我平時住的那種景點快捷 平日是三百多 現在兩千一夜 兩千一夜 長了六倍 天啊 五百多 兩千一夜 四百多 五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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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多